洪永成和梁乐妍日前在社交平台上 在分照宣布结婚 这日Tony出席活动 当然又会被记者追问结婚的事 谢谢大家的祝福 不好意思 不可以逐一回复你们 但是你们的心意各方面 我充分感受得到 谢谢你们 很开心 人生是另一个阶段 继续努力工作 努力照顾身边的人 结婚消息一出 Tony和Innes都收到很多祝福 当然不少得多年的好友黄翠鱼 不过他在网上发布的一篇祝贺文 就引来不少负面留言 因为翠鱼在文中 把洪永成的缺点一一列出 包括又骚髒又烦又大男人 脾气又差又没有较大 很多想法但很少实行 还叫Tony做洪大笨 每个人看一件事都不同 其实我和翠鱼认识了十几年 我、Innes、翠鱼、萧太 很多朋友才会说这些说话 大家各自去全译 但没什么 我和Innes都很开心 多谢他,没事的 Tony透露婚后会计划做人 至于生多少个 就还未和未来老婆取得共识 我觉得应该是我挂 应该是我挂 希望 应该不是吓死平均的 不是 我们继续了很久了 我们在年初求婚到现在 所以就继续了一段时间 希望有消息的跟大家说 筹备婚离方面 也有考虑到妈妈 因为妈妈好像在台湾 你上隔离太久了 是啊 是啊 如果筹备婚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因为始终在台湾 如果真的回来香港的话 来回都要一个月就隔离了 我就不想见到老人家这么辛苦 所以就看看情况下 如果真的要今年举办的话 反而他都回不了来 那唯有要Facetime或者Zoom 去做这件事 那之后等疫情过完之后 就再补回数了